我們之前影片中出現過的這種通用型的接割殺人片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實測一下這種通用型的切割殺人片 在開始之前希望各位動動手指幫我按個讚 像我這樣子的藝人團隊又沒有贊助商 其實拍片還是蠻辛苦的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多按讚 這樣子YouTube也會多幫我曝光我的影片 感謝各位 在我的上一集影片中 有出現過的這種切割型的殺人片 然後它是通用型的 也就是金屬木材 PVC 穩凝土它都可以切的 我比較推薦給新手使用的 因為它的安全性上面會比這一種的 變質來的高 我那部影片中有講很多除了切割之外 還有研磨拋光的殺人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之前的那部影片 你只需要在搜索欄裡面輸入ACL EP94 就可以搜索到 我們今天的測試主要會切割三種材質 金屬、木材跟PVC 我這邊有三片砂輪片 這一片是只能切割金屬 所以這三片都會用來切割金屬給各位看一下 另外這兩片呢 我們還可以切割PVC跟木材 我也會實做一下給各位看看效果 這兩片通用型的砂輪片 材質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一塊藍色的邊緣是碳化屋的 這一片橘紅色的邊緣是金鋼石的 我剛剛稍微量測了一下這三片的厚度 這一片大概是2.1 這一片大約是1.2 這一片大約是2.5 價格方面這一片是最便宜的 價格大概幾十塊 這一片的價格大概是200到250 那這一片呢就貴蠻多的 因為這兩種多功能型的切割片呢 這個中間部分都是金屬 跟這一種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萬一操作不剩呢 這兩種不太會有破裂的風險 但是這一種操作不剩就有可能破裂 像這種材質呢 你如果放在包裡面 或者你收藏不當敲到某一些硬物 它有可能會有裂痕 裂痕你是看不出來 那你一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會從裂痕的地方破裂 這兩片由於是金屬的材質 所以就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如果你是師傅級的經常使用 可能是這一種的成本會比較低一點 那如果你只是DIY的新手呢 不常使用 這一種的 用起來就會比較有安全感 這兩片都是MAKITA的 然後它有型號 我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我們在安裝這種片子的時候 因為它的材質不是金屬的 它在中心這一圈有一面會有金屬 像這一面是有金屬 這一面就沒有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要把金屬這一面朝上 這樣子等一下我們鎖的時候跟拆的時候都會比較好拆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會夾在這個金屬的部分 金屬接觸金屬 它會比較好拆裝 這個就是壞掉的哨把 然後它這是薄薄的一個金屬圓管 現在使用的是這個一般的這種金屬切割片 我們現在換藍色這一片多功能切割片 然後各位要注意一下它這個有方向性的 上面有箭頭 我們要按照這個箭頭的方向來安裝這個切割片 它這個口徑是20mm的 一般我們的是16mm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墊片把它反過來使用 這樣子裝上去才卡得住 然後它旋轉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要看一下箭頭配合這個方向把它裝進去 這樣子20mm的片子才能裝在正中間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鴉片放上去鎖緊 我們現在使用的是這個 MAKITA的多功能切片 它這種切片 切起來火花比較少 因為我們之前使用的這種切片呢 它一邊切會一邊磨損這個切片 會變得很多紅紅的鐵屑噴出來 我這一邊再用這個再切一遍給各位看 我們現在換上另一片多功能切片 它這個片子也是有方向性的 這上面有箭頭標示 它這個口徑是16mm的 由於我們剛剛這個墊片是反過來裝 是20mm 我們現在再把它反回來 片子才能裝到正中央 然後再裝上這個鴉片就好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是這一片橘紅色的多功能切片 這個片子產生的火花也是相對比較少 這個切起來的感覺跟藍色那一片差不多 我們現在用橘紅色這個多功能切片切這個木頭 其實砂輪機不是專門拿來切木頭的 只是說如果你極用的話 這種切片也是可以切木頭 如果你切木頭的話效率沒有 專門切木頭的機器來的好 不過它就是方便一個片子什麼材料都可以切 那我們現在再拿這一片來切一下PVC管 我們現在用藍色這一片來切一下木頭 切起來感覺跟橘色那一片差不多 那做個總結 像這種多功能的切片比較適合 新手或者DIY使用 因為它一個片子 很多材質都可以切 那如果拿來切金屬的話呢 火花會比像這一種金屬切片少很多 由於你是新手或者是DIY切的機率也不多 可以考慮這一種 那你如果是天天都在切的呢 還是要買這種專門的切片 會比較划算 多功能切片主要就是方便安全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載囉 不 字幕支持者 觀眾朋友 我們下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